朋友们好 我们增值税的过山车已经驶向高位了 在上一讲结束之前呢 给大家谈到过 我国增值税的计算呢 它分为一般计税方法 简易计税方法 扣角计税方法 那么本节我们就要学习一般计税方法 应纳税额的计算 在本节呢 我们会涉及到增值税计算的公式 和一些重要的规则 首先我们来看 一般计税方法 应纳税额计算的基本公式 当期应纳税额 就等于当期销向税额 减当期进向税额 我们大家就会注意到 这个公式实际上 是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 六个小要素的 比如说 销向税额 进向税额 另外 还有两个当期 接着应纳税额 也有当期 那么我们后续呢 将要各个击破 一起呢 来看 销向税额 指的是什么 进向税额 指的又是什么 销向税额的当期 它体现在哪里 而进向税额的当期 又是如何规定的 然后 就是当期应纳税额 又是如何规定的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基本公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 先做一个初步的延展 我们把当期销向税额 给它拓展开 因为当期销向税额 是需要计算求得的 我们要用当期销售额 而且是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 我们用不含增值税的当期的销售额 乘以适用税率 算出当期销向税额 再减当期进向税额 求得当期应纳税额 那下面就是第一组考点 销向税额的基本计算公式 打了三颗星 很重要 大家必须要掌握 就是我们刚才公式中的销向税额 说的是什么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的时候 按照销售额与规定的税率计算 并且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税额 为销向税额 我们可以顾名思义 销向税销向税 它发生在销售过程中 按照销售额和规定税率计算出来 所以在这儿 给了大家销向税额的基本计算公式 用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乘以税率 求得销向税额 为什么不含税的销售额去乘以税率呢 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 它是在价格以外的 计算增值税的税基里不含增值税 所以要用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乘税率 这里呢给大家做点解释 销向税额是需要纳税人按照规定 自行计算出来 由于呢增值税是价外税 刚才我们说了 价外税含义是什么呢 税金游离于价格之外 它不是价格的组成部分 计算销向税额的税基中 也就是计算销向税额的计税依据中 不含增值税 所以我们要用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去乘以税率求得销向税额 但是我们在现实中 如果交易金额是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我们交易的时候 我们说用含增值税的销售额去交易 那我们在用这个公式去计算销向税额之前 就需要把含税销售额换算成不含税的销售额 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大家要理解 有助于后续呢 我们在学习消费税的时候 消费税就是价内税 增值税是价外税 有利于呢你能够变细 我们大家知道哈 价格构成公式啊 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 再加上价内税金 那价外税金是不在价格里的 那价内税呢 税金是价格的组成部分 在这儿我给大家画了前边那个大的椭圆 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价内税 它在价格中 我们后续呢要学到的好多个税种 它都是价内税 比如说消费税资源税等 多个税种呢 而价外税呢 税金它就不属于价格的组成部分 它有利于价格之外 比如说增值税 咱们在这里啊 我们注意了 VAT增值税 它有利于价格之外 计算增值税的税基 也就是计算增值税的计税依据理 不含增值税 接下来是我们下一步的学习思路 因为这一部分呢 内容也是比较碎的 我们要带着大家先理清学习思路 然后一步一步你学到哪一步了 你这一步和之前那一步和之后那一步什么关系 你理顺了 非常方便记忆的 要不然就乱了 我们下一步的学习思路是这样的 在具体去运算的时候 销售额可以分为四类 我们逐类讲解 先给大家呢 介绍一般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然后呢 再介绍特殊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然后再介绍差额确定的销售额 是引改增以后比较复杂的一种情形 差额确定销售额 然后我们再看 适同销售的销售额 我们之前讲过适同销售 看作和销售相同 看作和销售相同 它毕竟 它可能没有销售的特征啊 它没有去收款 取得销售额这个特征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适同销售的销售额如何确定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 在确定销售额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 如果我们交易的时候 用的是含税金额 还需要换算 换算成不含税的金额 才能够用这不含税的销售额 去计算销下税额 下面我们更进一步的 我列了一张表 把我们刚才要学习步骤的 这几个方面呢 更详细的先说明一下 一般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是我们马上一会要讲到的 它包括的范围呢 就是这个销售额的范围啊 包括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 我们一会要解释这个价外费用 很多学员一看价外费用 就以为费用嘛 是不是说的是支出啊 但是在这里 这个价外费用 说的不是支出 是价外的收入 这个价外费用 我们后面要提到 是伴随着销售所发生的 和销售有着非常密切的 连带关系的价格以外的 各种名目的收入 同时呢 一般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应该是不含增值税的 但是我们价格以外 向对方所索要的价格以外的 各种名目的这个收入 在这里也称之为价外费用 一般情况下 是含税所取的 所以在计算过程中呢 往往需要我们呢 去换算 把含税的收入换算成 不含税的收入 并入销售额 特别强调 增值税是价外税 如果我们向购买方 收取的是价税合计的 含税的这样的金额 换算成 不含增值税销售额的 如果是一般销售方式下的 咱们也强调 如果是一般计税方法 这种情况下的 我们需要做价税分离的换算 这个换算公式我们后面要讲 一般计税方法 要用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除以一加税率 换算成不含税销售额 简易计税方法 也有相应的换算公式 只不过公式中的那个税率 要把它替换成征收率 特殊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我们后面要讲到 比如折扣方式销售 以旧换新方式销售 还本方式销售 还有呢 以物易物方式销售 包装物押金是不是 要记录销售额等等 差额确定的销售额 是银改增改过来的一些项目 我们后续呢 还编了口诀 比如像金融商品转让的销售额 经济代理服务的销售额等等 我们后面呢 还有一个有点长的口诀 视同销售的销售额呢 我们在确定的时候 是有规定的顺序的 这些都是我们后续要学习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 第二组考点 一般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打了三颗星 必须掌握 考试啊 增值税 它有主观题的 也有客观题 这部分内容 以往年度啊 可以说是每年必考的内容 要么在主观题中出现 要么在客观题中出现 我们看 一般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呢 包括向购买方收取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这里啊 价外费用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这里的价外费用不是支出费用 它说的是价外收入 包括价格以外 向购买方收取的 就伴随着你这个销售活动 向购买方收取的 手续费 补贴 基金 集资费 返还利润 奖励费 违约金 质纳金 延期付款利息 赔偿金 代收款项 代电款项 包装费 优质费 以及 其他各种性质的 价外收费 所以提示大家呢 与销售 存在着因果连带关系的 价外的收费 我们 要把它看作 你这个销售的价外费用 而且正常情况下 销售 这个销售以外 带你向对方收了一个 我又收一收计费 我收一个补贴 或者你晚给我付款了 我收你延期付款利息 我们都把它看作是 含税的销售额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考试的时候 题目没有明确说 它价外收取的这些价外费用 是不含税的话 你就要把它看作是含税收入 咱们以往考试也考过 明确说 那个破号不含税 直接告诉你 它是直接告你 它不含税了 只要它没直接告诉你 像购买方收取的价外费 我们就看作它是含税的 需要呢 换算成不含税的收入 再并入销售额 去寄税 下面呢 给大家做一下销售额相关规则的归纳 画了一张表 我们看销售额中包含的项目和不包含的项目 包含的项目 首先第一项 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的价款 第二项 向购买方收取的价外费用 我们刚才说了 价格以外 但是和你的这个销售活动存在着因果连带关系 各种明目的价外的收费 第三项 包含在销售额里的 是价内税金 价内税本来就在销售额里 像消费税啊 资源税啊 等等 它就是包含在销售额中的 所以它属于含在销售额里的内容 接着我们来看 销售额中不包含的项目 第一项 向购买方收取的销项税额 增值税是价外费 它就不应该含在销售额里 第二项 受托加工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 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一些粗心的学员到这儿 他就有点凌乱了脑子说 刚才刚说那消费税是价内税金 包含在销售额里 这怎么又说不包含呢 看清楚 刚才呢 是作为纳税人 他自己本身这个行为 该交的消费税 是含在销售额里的 而我们这里说的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不是自身的经营行为 自己该交的消费税 而是按照税法规定 他需要提个税款传递作用的 带征收机关去收 带纳税人去交 因此这个消费税 不是他自身该交的 是他去传递税款 代收代交的 所以他不包含在他自己的销售额中 这都不是他的税 他帮着传递的 接着第三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带电运输费用 出现了带电费用 第一 承运部门的运输费用 发票开具给购买方的 第二 纳税人将该项发票 转交给购买方的 提示一下大家 咱们增值税前面 在说价外费用的时候 一些带收带电费用 他都放在销售额里 但是咱们这个列举的不包含的 像带收带缴的消费税不包含 而这里呢 带电运费必须要符合条件的 才不包含在纳税人的销售额里 什么条件 他说了两个 我呢给大家举例而言 比如说 我这个企业啊 我要经营大宗物资 我对外报价的时候 我对外报价 谁来买我的物资 我来报价啊 我报价一吨 就是十万块钱 不管是近处的人买 远处的单位买 反正一吨十万块钱 如果呢 你说你自己来拉 自己出车来拉 反正都是十万块钱 里头没说运费啊 没有运费 然后这个是每吨的价格 但是如果你让我带电运费 把这个东西发到你那边去 我先垫付运费 你再把运费给我 也可以 因为远近不同 我带电运费也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 假定某比较遥远的单位 让我给他带电运费 然后把这个货物送过去 我就去找运输公司了 运输公司就是承运部门呢 然后我就找运输公司 请他把这些货物送到和我交易的 那个比较远的客户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 我给运输公司先支付的这个运费 是我带电的 是我带购买方帮他电上的 而且运输公司开具发票 开具发票要开给谁 不是开给我 要开给购买方 开给他 等于我交运费 开张票啊 发票抬头是那个买方的 然后我再把这张发票转给购买方 我跟购买方说 说你看 这个运费是我帮你带电的 发票都开给你了 运输公司开给你的 然后你把那个带电运费的钱给我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就符合了这两个条件的带电运费了 一个承运部门 他的运费发票 开给的是购买方 抬头开给他的 我呢 去办的这个业务 拿到这个发票 把这发票就转给人家购买方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收回来的带电费用 不用作为我的销售额 但是如果不同时符合这个条件 比如说我去交了费 然后呢 那个运输公司那发票开给我了 抬头写的是我 然后呢 我再向购买方要钱 我就得单给人家购买方 去开发票或收据了 这个时候 我再收到的钱 由于人家那运费发票 没开给我买方 给我了 我再收到的钱 要放到我的销售额里了 所以我们大家呢 要注意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也是考过不止一次 接下来呢 第四符合条件 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在这里符合条件代为收取的 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它具有非经营性的 而且呢 符合条件 是强调 我们没有开我们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我们开具的 是属于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 人家那个财政票据 你得符合这个条件 那么代为收取的 这些基金和收费 就不是我的销售额 是我帮政府收的 你看票据都不是我的经营性票据 接着第五 销货同时代办保险收取的保险费 向购买方收取的 代购买方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车辆牌照费 考过多次 这一条 我作为销售的一方 如果咱们说代为收取的 代为缴纳的 那等于那些票据啊 都不是我们销售方去开的 比如说代办保险 那是保险公司给人家 那个购买方去开票的 这里的像车辆购置税 车辆牌照费 这里也是 你找政府门去缴纳 人家开出来的票据 你是代购买方的吗 代人家去办的 要开给人家购买方 那么我再向购买方 把我代电的款项收回来 不作为我的销售额 但如果销货方说的就是我 明明这些我代办的 我给人家开发票了 那就要作为我的销售额了 所以说销货方对此类 代收费用开据发票的除外 就是我亲自给人家开发票了 经营性票据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再收的钱就是我的销售额了 你代办的开的 都不是你的经营性的票据 要么就是人家保险公司 直接给人家那个客户 或者开的是政府性基金 行政性收费的财政票据 不是经营票据 好 接下来呢 再提示销售额以人民币来计算 大家要注意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就是咱们国家相应的纳税的计算过程 税额的缴纳过程 都是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的 哪怕你说啊 我这个企业是外销 对于国外销售 哎呀 我拿到是外汇 那你在计算 销售额和税额的时候 也要折合人民币来计算 所以在这儿我们注意 纳税人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销售额的 应当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折合率可以选择销售额发生的当天或当月一日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 买入价卖出价还有一中间价 找这中间价 纳税人应当在事先确定采用何种折合率 是当天的呀 还是当月一日的呀 确定后一年内不得变更 下面呢给大家的第二点归纳 就是价款和税款 就是咱们增值税明明是价外税呀 它应该是游离一价格之外的呀 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交易的时候 价和税给它合并收取了 价税合并收取销售额如何换算 增值税是价外税 我们计算增值税肖项税的销售额不含增值税 但是如果纳税人价税合并收取了销售额 我们需要换算成不含税的销售额 这呢给了大家两个公式 第一个呢就是一般计税方法 咱们现在正在讲的 用含增值税的销售额除以一加税率 把它换算成不含税的销售额 如果是简易计税方法呢 我们用含增值税的销售额除以一加征收率 把它换算成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所以一般计税方法 简易计税方法啊 含税和不含税的换算公式 大家必须把握 接着呢就是要给大家解释一个问题 有一些初学者就说我做题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这是含税的还是不含税的销售额呀 考试的时候一般啊 他是含税还是不含税的 他会明确说说是含税不含税 但是有的时候他有不明确说 但是呢他体现常识的 他觉得是常识 你都知道这含税还是不含税 所以我们大家来看 首先第一 商业企业零售价 这个我们把它看作是含税收入 如果考试出现了 说商业企业零售价 因为面对我们消费者的时候 我们消费者看那零售价签 价和税是合在一起的吗 第二 如果题目中跟你说是价税合并收取的金额 那这肯定是含税的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价外费用 一般都是含税的 除非他明确说不含税 第四 就是并入销售额寄税的包装物的押金 包装物押金 收取的时候啊 咱们在很多情形下 是不把它放在销售额的 但是有特殊情形啊 收到了就要放到销售额里 但是一旦啊 他需要把包装物押金没收并到销售额里了 这个押金 我们一般都把它看作是含税的 除非题目告诉你不含税 所以在这里啊 要注意 视为含税收入的几个主要的情况 考试的时候 如果呢他直接说收取价外费用 没有说他不含税 你就认为他是含税的 你要好好把握啊 这些规定 接下来呢 是提醒学员朋友们思考 因为有一些学员啊 他在学基础课程上学得特别粗糙 一做题就做错了 就是这个点 因为我年年都讲 但是年年都有人做错 说明他没听 在这我们看 价外费用 如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 手续费 补贴基金 集资费 返还利润 奖励费 违约金 制纳金 年期付款利息 赔偿金 代收款项 代电款项 包装费 优质费 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等等 在进行价税分离的时候 因为我们把它看作含税的呀 价税分离除以一加税率 使用什么税率 使用什么税率 有的同学啊 特粗心说 你看 延期付款利息都说利息了 是不是除以一加6%啊 错 肯定不对 在这你要想用什么税率 接着 包装物的押金 包装物 让人先拿走 我收押金 说一个期限 你必须把包装物退给我 我就退还给你押金 到期了 你那个包装物没有退给我 我就要没收这个押金 但是包装物押金 我们一般都把它看作含税的 进行价税分离的时候 除以一加税率 用什么税率 提示一下大家 价外费用包装物押金 如果是含税的 做价税分离的时候 要使用的是你所包装的这个货物 或者你所销售的这个货物 它的税率 我举例而言 如果你卖的是农机 整机 农机整机 我们知道 它的税率是9% 农机整机 然后呢 你这儿有包装物 包着农机整机 然后向对方收押金了 说三个月内 你必须给我退回来 包装物我就退你押金 到三个月 对方没有退包装物 我叫没收这个押金 那你没收的这个押金 按照你包装的是农机整机 9%的税率 除以一加9% 做价税分离 同样 你卖农机整机收取的补贴基金啊 什么延期付款 利息啊 等等 也是除以一加9% 含税与不含税的换算 但是如果 你对外销售的不是农机整机 是农机零件 咱们前面说农机零件 是基本税率13% 现在你也收了押金 到期呢 人家没退包装物 你没收押金 那个时候 使用的税率是除以一加13% 就是你卖的是什么东西 你包装的是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用什么税率 你包装物押金没收的时候 还有你家外的费用收取的时候 就要用那个东西的税率 而不能用包装物本身的税率 因为我出过一个题 就是卖那个农机 包装物是纸箱 然后有的同学就说 纸箱不是13%税率吗 为什么你给它没收了 并到销售额里 你用那9%的税率啊 因为你包的是农机啊 如果你包的是农机零件 你价税分离就要用 1加13%啊 你去除以这个做价税分离 一定要注意啊 下面我们来看 多选例题 增值税一般纳税收取的下列款项中 应作为价外费用并入销售额 计算增值税 销向税额的有哪些 选项A 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 与商品销售量挂钩的返还收入 大家可要注意 这一点藏着一个坑 它是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 那什么意思啊 供货方 比如说是一个工业企业 给商业企业供货 实际上呢 工业企业给商业企业供货 应该是商业企业给工业企业钱 你看明明我要你的货 我得给你钱啊 现在他说的不是商业企业给供货方钱 是他向供货方来收返还收入 明明商业企业是付款 我买货的一方 那个供货的工业企业才是销售的一方啊 但是呢 我们买的一方 我们应该给卖的一方钱 现在我买的一方向卖的一方要钱了 这个并不是我们商业企业的销售额 这应该是调整我们的进货成本 等于我原来跟他结算进货成本高了 现在我 由于我向他要这反卖收入就调低了我的进货成本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商业企业的销售 我并没有把东西卖给供货方 是他卖给我呀 所以选项A不能选 一定要仔细啊 这个地方要仔细 有点弯弯绕的感觉 但是你要理解 占立场 谁卖谁呢 谁在销售啊 我是买方 我作为买方向卖方要钱 我应该给卖方钱的呀 结果我向卖方要钱 这是在干什么 调整我的进货成本 而不是我的销售额 选项B 生产企业销售货物 同时收取的包装费 这个加外费 选项C 设计企业提供设计服务 向客户收取的提前完成奖励费 你看我提供设计服务 我这个提供服务就要收钱嘛 由于我提前完工了 你必须得给我奖励 你看 我本身要向你收钱 由于提前完工了 我又多要了钱 要了奖励费 加外费用 选项D 4S店销售汽车 同时向购买方收取的 代购买方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车辆牌照费 这个咱们前面刚刚说了 这个不并入我们的销售额 不作为我们的加外费用 所以我们要选择B和C 好 各位学员 由于呢 增值税比较细碎 所以呢 我稍微长一点的一讲 中间呢 都会给大家留一个 乘上起下的时间 我们之前讲了 一般销售方式下 销售额的确定 这个是要求 学员朋友们掌握的 后续的要给大家讲解 特殊销售方式下 销售额的确定 如果你累了 可以在这里稍时休息 如果你还是精神抖擞 我们继续学习 我们来看考点三 特殊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依然打了三颗星 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呢 要注意后面啊 要给大家讲特殊销售方式下 销售额的计算规则了 其中 第一个 采取折扣方式销售的 这里呢 会出现三个概念 特别像 你一定要注意变细 我们后面就要去讲解啊 这三个概念 一个呢 叫折扣销售 你看折扣放在销售前面的 它的特点呢 是先打折 确定打折了 再销售 什么意思啊 折扣销售 这里往往也是为了促销的 咱们有一些企业是这样的 说你要是买我一件东西的话 那你要给我一百块钱 这一件 你买两件 那第二件打五折 第二件打五折 那么咱们这个折扣是讲好的 当你确定说 好 我买两件 那实际上这折扣是确定下来的 就是第二件打五折嘛 所以先把折扣这个情况已经确定下来了 然后去销售 由于呢 它是先打折 再销售 大家去想 你在交易完成的时候就知道 我能够享受多少折扣了 接下来呢 是销售折扣 折扣放在销售后面的 这个呢 往往呢 就是我们现实中所说的现金折扣 现实中咱们学会计有那个现金折扣 就是我们销售方为了早点回款 就是我把东西卖出去 你早点把钱给我 你要是早几天付款 我就给你打多少折 晚几天付款 我就不给你打折 所以折扣在销售后面呢 接下来销售折让 在这也带个折子 销售折让往往呢 是由于像质量问题啊 等等出现了 买方呢就会说 哎呀 比如说这个衣服上怎么掉一扣子呀 掉一扣子 你这有质量问题啊 你得给我打点折 哎呀掉一扣子 我少收你多少钱吧 折让 因为他少收钱了 买方就买这东西了 或者已经买了 他就不退货了 否则的话 他可能就不买这个 或者要去退货 所以在这呢 我们注意这是折让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三个带折字的增值税销售额如何处理 第一个折扣销售 刚才我们说了 先打折 后边再说销售 实际上呢 也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商业折扣 它的特点就是销售的时候 折扣就已经确定发生了 像第一件一百块钱 第二件五折这样的啊 因此呢 它就有条件 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 并且在入账的时候直接扣除 什么意思 都说好了第二件五折 那你现在就说我买两件 这两件第一件一百呢 第二件五折就五十呗 那两件一百五十就确定下来了 因此买的时候拍发票 就有条件 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什么呢 一个是注明原价 然后打折打了多少 然后呢 是折后的价格是多少 你是可以在这上体现出来的 因此 咱们这个税务处理规则是这样的 符合发票管理规定 就可以按照折扣后的余额来计算销项税 怎么叫符合发票管理规定 折扣后的余额 因为呢 咱们这里的折扣销售强调是限于价格折扣 并且要在咱们发票的金额篮体现 你金额打折了 不能在备注篮里去注打折 我金额篮不变就备注篮备注一下 不行 你必须在金额篮里有体现 所以呢 被注篮注明的折扣就不能够去减除了 这个地方呢 咱们是考博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提示一下啊 咱们这里的折扣销售限于价格折扣 不能是实物折扣 比如呢 把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 如果你用于实物折扣的 实物的价款 不能从货物销售的销售中减除 而且呢 这个实物 咱们以往年度考试 它的答题要求呢 是按照视同销售 按照赠送他人来计算征收增值税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 什么是金额篮 什么是备注篮 在这呢 我给大家展示了一张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还有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你看它的票面的结构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这个买的是水果 水果 水果呢 它的第一行这儿呢 有单价 有金额 后面有税率 农业初级产品税率9% 后边跟着税额 这税额呢 是拿金额乘税率算出来的 这里提示大家 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增值税的普通发票 增值税的电子普通发票 它的金额 这一篮都是不含税的 都是不含增值税的 直接乘税率 算出税额 下面呢 就是打折的情况 你看它 这里有-25.78 打折的情况 然后后面是打折以后的情况 这个就属于在金额乱里 注明了折扣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按照折扣后的 这20元来计算它的增值税了 大家呢 注意一下 这儿有个备注 如果你不在上面体现 金额乱里体现折扣 你金额乱里 你还写的45.78 什么4.12的税 你在备注篮里 你给他写一下 说啊 这点我还要给他打多少折呢 那么在计算增值 销向税的时候 就不能够按折扣后的余额来 计算销向税了 下面呢 我们再看 销售折扣 因为咱们前面说的是折扣销售嘛 先打折再销售 要求在同一张发票上 金额乱里 你能体现出来 你打折了 而我们后面所说的销售折扣 说的是现金折扣 特点呢 就是销售的时候 预计有可能发生 但是呢 又可能不发生 然后我们传统 过去传统都要求 按总价入账 就是不考虑现金折扣的 传统是怎么要求的 咱们最近这些年会计准则改革了以后 有改革以后的情况 但是呢 咱们税收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还是原来传统那种意义上 会计处理啊 都是按总价入账的时候的情况 那么 在实际发生的时候 作为理财性支出 是计入财务费用的 那么咱们税务处理原则 也是按照咱们传统的做法 折扣额不能从销售额中减出 所以大家注意呢 折扣销售 先打折再销售 咱们前面说的 买一个一百块钱 买第二件 你就五十块钱了 与那个销售折扣 说我卖东西收款 你早点给我付款 你如果要是十天之内付款 我给你打2%的折 超过十天咱就不打折了 那个说的是销售折扣 折扣在销售后面 他们不一样 不要混淆 销售折扣 在计算增值税的时候 是不能够把那个折扣啊 用来扣减销售额的 但是在计算所得税的时候 它作为财务费用 可以扣减所得额 下面我们再看销售折扬 我之前跟大家说了 往往是由于这个产品 有点毛病啊等等 它的特点呢 是销售过程中 或者销售完成以后的 价格减让 完成以后什么意思啊 这东西都卖给我了 回家我发现这有毛病 我去找过 找过去 跟他说 如果你不给我打折 我就退火 那人说 我给你打打折 那个也是销售折扬 一般呢 都是与质量 或者适用性有关 销售折扬的 税务处理原则呢 它可以从销售额中减除 以折让后的货款为销售额 那么如果呀 咱们这个折让是现场发生的 现场它就可以按打折以后的金额去开票 但如果是事后我们发现的 就是这个东西我都买走了 已经全额开过票了 但是买走以后 我发现它有问题 我又找回去了 你要是不给我打折 我就退货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要给我 给我打一定的折扣 退给我一部分钱 怎么办 原来它已经给我按这个 没打折的价钱开过票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要给我退钱的话 按规定开红字发票 充一部分销售额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归纳的销售折让 叫同票折红票充 现场发现问题的同意站发票上 它就注明了 也是金额栏里体现的 不是现场发现 后来发现的 之前开过票了 那你开红票去充一部分销售了 下面我们来看 单选题 假服装厂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 2022年9月销售给仪企业300套服装 不含税价格每套700元 由于仪企业购买数量多 假服装厂给予仪企业7折优惠 并按原价开了增值税的专票 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的备注栏 注明了 他没在金额栏注明 问假服装厂当月增值税 销项税是多少 这个时候 明明他真打折了 也在发票上注明 但注明的位置不对 没注明在金额栏 我们就不能够用折扣后的金额 作为销售额 只能用折扣前的金额作为销售额 这不300套每套700元吗 我们拿300套乘以每套700元 乘13% 因为700元是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我们就不能够把那个折扣 从销售额中扣除了 因为折扣注明的位置不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 采取已旧换新方式销售的 已旧换新咱们现阶段的 也有一些商家呀店家 他喜欢去搞啊 这个已旧换新 这个东西 他说你拿这个旧的来换新的 你其实就交一点钱 因为那旧的我还能给你做点价 大家要注意一下 已旧换新方式销售 增值税的政策分为两类情况 考试的时候高频考点 第一类呢 是一般情况下 主要适用于家用电器 咱们考试啊 那家电考过太多了啊 什么洗衣机啊 电视啊 烹调啊 电冰箱 咱们考试都考过 已旧换新啊 对于这些家电的已旧换新 要按照新货同期销售价格 确定销售额 不能减除旧货的收购价格 比如说已旧换新电冰箱 这电冰箱标价哈 标价含增值税3000元一台 然后说你旧冰箱可以折价200 可以折价200 这样呢 我去买那个电冰箱 说我们家旧冰箱 我就不要了 要你这新的 现实中是这样 我先交3000块钱 他把这个新冰箱送到我们家 看到我真有这个旧冰箱 立刻给我放下200块钱 把那旧冰箱就拉走了 我实际上购买这个冰箱的整体成本 你看上去是2800 但是呢 店家卖给我这个冰箱的这个厂家 或者是商家 在计算增值税销项税的时候 要用3000元 他直接面对消费者了嘛 收的3000元 除以一家13% 确定销售额 不能用2800除以一家13% 不能减出旧货的收购价格 这是一般规定 也是我们家电引旧换新啊 考试常考到的这样的计算规则 第二种情况是特殊情况了 金银首饰引旧换新 它只涉及到这个金银首饰引旧换新 是按照销售方实际收到的 不含增值税的全部加款 来挣税 这我又要举例子了 因为金银首饰引旧换新 我为了了解这个政策 我曾经呢 去北京的国华商店 那国华他老打广告啊 我想在那个柜台那看看那个金银首饰引旧换新 我也不能盯着人家看 我买瓶饮料 一边喝着水 在旁边站着啊 看有没有引旧换新的 看人怎么引旧换新 一会儿过来一个妇女 拿了一个戒指 我要拿这个戒指换那条项链 引旧换新 我赶快看看他怎么引旧换新 店家呢 拿了他这戒指 试金石蹭一蹭 天平腰一腰 然后说啊 你这个足金的啊 足金的你这个戒指啊 四克 有四克 那那项链啊 十四克 刚好呢 中间差十克 咱们现在这黄金啊 假定啊 一克三百块钱 但是并不是说 你差这十克三百块钱 一共三千块钱 你就可以把项链拿走 你除了要给我这个 这个首饰柜台 你要交这个三千块钱 你看上去重量差价之外 还有两笔钱 你得交呢 一个呢 就是哎呀 我们这项链 你看公益 意大利的最新款 所以呢 我们有公益费 公益费还有一百块钱呢 所以你还得给我们一个一百块钱公益费 另外呢 你那个戒指虽然是四克 但是呢 我们拿过来也不能直接对外卖呀 他回去要回炉 回炉就有损耗 因此呢 每一克戒指 我们收五十块钱损耗费 你四克二百块钱损耗费 我商店一共收你多少钱呢 那个重量差价是三千块 再加一百块钱公益费 再加这二百块钱的损耗费 一共呢 三千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注意 这个店家已旧换新销售的金银首饰 实际收到的三千三百元是含增值税的 做价税分离 用不含增值税的价款 计算销项税 因此我提示一下大家 金银首饰的已旧换新这个政策呢 和咱们其他的像家用电器已旧换新的政策 它是不同的 不要搞混了 金银首饰已旧换新 实际上它已经扣除了旧货的那个价格了 实际上旧货的那个重量对应的一份价格 它都扣除了 它和那个家用电器 你不能完全不能减出 旧货收货价格是不一样的 好 大家记住我刚才所讲的例子 接下来我们再举个例子 直接计算一下 某百货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使人 家电部已旧换新电冰箱十台 新冰箱零售价每台 三千零五十一元 旧冰箱作价每台一百元 它的金银首饰部采取已旧换新方式 向消费者销售金项链十条 每条新项链的零售价格三千元 旧项链作价都是一千八 每条项链它收取的差价就收了一千二百元 那么电冰箱的销售额 每台三千零五十一元 一共是十台 不能够去减除旧货的那每台一百元 然后除以一加13%做价税分离 算出电冰箱的销售额 两万七千元金项链的销售额呢 我们要用它收的那个价格 实际收到的时间 它收到那差价 一千二百元 一共是十条 除以一加13% 所以在这呢 我们注意二者不同啊 考试的高品考点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特殊销售方式的第三种 采取还本销售方式销售 还本销售方式销售 咱们国家呢 最近这些年 在市场上啊 大家就基本上是看不到了 但是如果在30年前 很多同学没有出生 或者年纪很小的时候 有一个阶段 咱们国家投资回报率特别高 它那个利息率也特别高 在那个阶段呢 还本销售是风行一时的 所以呢 咱们增值税的政策也把还本销售有关规定 也给它制定出来 收入出来 在我们的教材政业体现出来了 我在这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说一下还本销售 假定呢 这是一套电脑 正常销售 它的售价 六千元 零点六万元 但是我要搞还本销售 我要搞还本销售呢 我呢就对大家说 谁来买这套电脑 售价两万元 马上就有人说 我不买 六千块钱我都能买着 我凭什么 花两万块钱买你的电脑 我马上说 我和他们不一样 五年后 这两万块钱我还给你 还本销售 这种情形啊 往往是由于当时 投资回报率特别高 有一些单位用这种方式啊 他还本销售 是用这两万元 因为投资回报很高嘛 不断的周转回报 他在五年中取得的收益 他实际上以这个形成他真正的收入 最后便他还本 但是这里就有 他在销售的时候 销售额算得一个 如果这零点六万元 两万元是含税的话 那么我们是以这零点六万元 价税分离 去做销售额 还是拿那两万元 价税分离 做销售额 还是说 五年 你都已经都还本了 那你销售额就是零了 还是说 我得非算一算 五年你那投资回报 里面这利息是多少 那么在这儿 我们大家注意 还本销售方式下 销售额的确定 销售额就是货物的销售价格 那如果你的售价 两万元是含税的 就是两万元做价税分离 不含增值税的那个价格 做你的销售额 不能扣除还本支出 接下来 采取以物易物方式销售的 以物易物方式 就是我这个企业 拿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些产品 去换其他企业的一些产品 举例而言 服装厂用自产服装 去换天然气公司的天然气 你看我自己上下服装 我跟你换天然气 然后天然气呢 就作为我们这服装厂的动力 我们大家作为这个动力了 而那个天然气厂呢 说换你那个服装厂的 这个服装 是我们工作服 当我们的工作服了 他们互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要看作 服装厂和天然气公司 他们都是既买又卖 首先我们先看作 他们都在卖 双方以各自发出的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货物 核算销售额 计算销项税 双方我们首先看作都在卖 都要计算销项税 然后我们再说双方也都在买 能不能有进项税的抵扣 还要看双方是不是互开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或者你换进来的东西 是不是用在增值税的链条上 还要看很多因素呢 如果说你换进来东西像我刚才所说的啊 我换进来的东西 我是做工作服 那就是我生产经营过程中 真的是要用的 作为我的动力 那如果我们互开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那双方也都可以抵进项 所以双方都有肖像 双方也都有进项 如果这个天然气公司换进来的 不是当工作服的 我是用于职工集体福利 工作服不是福利啊 它生产经过程 如果用于职工集体福利 用福利发点好服装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不能抵进项 这种情况下 天然气那儿啊 那个公司它有肖像 但就没有进项了 所以呢 双方都在卖 都有肖像 有没有进项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同时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学员朋友们也要小心 暗藏了一个坑 就是服装和天然气税率不一样 服装的税率13% 天然气的税率9% 咱们前面讲过 因此呢 即便二者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啊 互换都是用于 它生产的也都开了 增税证用发票 他们各自的肖像和镜像是不同的 这是我们大家要特别细心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假贸易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22年9月以不含税价格15万元的苹果 与已公司不含税价格8万元的罐头进行交换 这价格肯定不一样 所以差价由已公司以银行存款还支付了 双方呢 均向对方开具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假定当月取得的相关票据都符合税法规定 可以抵扣的 在当月抵扣了 他问的是 假贸易公司当月应缴纳增值税多少万元 这是2015年考试真题 我们说的改编是因为2015年跟现在税率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改编了一下 把税率给他改了改 那在这我们看 假贸易公司 他是拿15万元的苹果换了8万元的罐头 这15和8都是不含税的价格 因此呢 那15万元苹果是他换出的 要寄萧向税 罐头他换进的 他有进向税 因为他也说符合规定了 地扣他有进向 萧向进向都有 但是你要注意苹果是农业初级产品 税率是9% 罐头税率是13% 所以呢 15万元乘以9% 减去8万元乘以13% 算出来0.31万元 接下来呢 是包装物压金 是否计入销售额的问题 咱们有一些企业呢 对外销售货物啊 他有包装 那个包装有的是随着货物卖了的 但也有一些 他是收押金的 大家也要注意包装物的押金 和包装物的租金 不是等同概念 有不同的涉税处理 如果是包装物的租金 你收取的租金肯定是要计算销向税的 但是如果是押金 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在这呢 我要给大家举例说明 比如说呢 我这个企业呢 是生产销售酸 化工的那种酸 对外销售 因为它是酸有腐蚀性 所以呢 我的包装物就是大瓷毯子 大瓷毯子 防止啊 有些东西弄不好的腐蚀了 防止它运输过程中出问题 所以我这呢 包装物 同时呢 我说这大瓷毯子 我不卖 我收押金 买方 你把这个大瓷毯子里装着的酸拿走 你去用 然后呢 咱们订合同 三个月内 你必须把大瓷毯子还给我 每个大瓷毯子 我现在收你100块钱押金 你还给我了 我就退给你100块钱 如果到了三个月 你还不退给我大瓷毯子 那我认为 你是不是把我那个摔碎了 或者 你自己用作别的方面了 那毯子我也不要了 押金我也不退给你了 大家注意一下 我举的这个例子 当才呢 我举的例子 三个月嘛 一年以内 没有超过一年 而且呢 也没超过合同规定的期限 这个大瓷毯子拿走了 没到三个月 比如说现在两个月 刚拿走两个月 而且我包装物是单独核算的嘛 我本身收的这100块钱押金 不用做销售处理 但是呢 如果超过我们合同约定的期限 我们刚才说的是三个月的期限 现在到三个月了 他没给我还这瓷毯子 那么我这个包装物也是单独核算的嘛 我就需要没收这个押金 要做销售处理 做销售处理的时候 我们要拿这个押金 除以一加税率 做价税分离 换算成不含税收入 并入我销售这个酸的销售额 销售酸的销售额刚好 13%税率嘛 它对应的 我是除以一加13%并入销售额 而一年以上一般做销售处理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让人家把这大瓷毯子拿走的时候 我没有约定说三个月你必须还我 我没说 我只是说尽快还吧 尽快还我好推你押金 什么叫尽快还呀 咱们税法就规定了 一般是一年 超过一年了 他还不还 我这边就应该把那个押金 价税分离没收了 价税分离 用不含税的收入 作为我销售酸的销售额的组成部分了 接着第四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形 就是酒类包装物的押金 收到就要做销售处理 但是黄酒啤酒除外 我们知道咱们现实中的酒很多种 有白酒黄酒啤酒 还有其他酒 其他酒什么葡萄酒 什么药酒等等 咱们在这里 黄酒啤酒 它确实有什么退瓶等等 包装物这种情况 所以黄酒啤酒就按照咱们前面 这三项规则来处理 除了黄酒啤酒以外的 其他的白酒 葡萄酒 酒啊药酒啊等等 收到包装物押金 不要等一年啊三个月 不要等 收到就要做销售处理 收到如果含税的 价税分离 就并入你那个白酒啊 葡萄酒啊 药酒的销售额里 这个特别特殊 这部分内容 我后续在给大家讲消费税的时候 还要讲到 因为呢这个文件和消费税呢 它共用了一个文件 到后面我们还会重复强调这个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呢 包装物的押金 除非题目说它不含税 我们要把它看作是含税金额 咱们一晚考试有一次出题 真说它不含税了 所以你要仔细读题 如果它没有强调它不含税 你就认为它是含税的 需要呢做价税分离 然后呢 价税分离用不含税的金额 并入你的这个销售货物的销售额 而且呢包装物押金 计入销售额计税的时候 价税分离和计税的时候 要适用所包装货物的税率 这点我前面讲过 你包的是农机整机这包装物 押金你给没收了 你就要用9%的税率 你包的是农机领件 那你就是13%的税率 这点呢前面提到过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2023年1月 某酒厂是增值税一般纳食人 销售粮食白酒和啤酒 给副食品公司 其中呢白酒他开了增值税专票 收取的不含税价款 5万元 仔细读题 含税还是不含税 看清楚 另外收取包装物押金 3000元 包装物押金这儿 他可没说 他是不含税的 我们就要把它看作是含税的 啤酒开具普通发票 收取价税和计款 那就是含税的 2万0730元 另外收取包装物押金 这也是含税的 他没说不含税吗 1500元 副食品公司按合同约定 于2023年的3月 将白酒啤酒包装 我的 他按期都退还给这个酒厂了 并且取回了全部押金 但是咱们题目问的是 这个业务 酒厂在2023年1月的时候 增值税的肖项税 应该如何计算 1月他卖出去 发出包装物 那个时候 首先呢 你看他卖白酒 白酒不含税价款 5万元 乘13%是要算肖项税的 包装物押金3000元 他是白酒的包装物押金 收到了 就要并入销售额 由于这儿没说 他不含税 你要把它看作是含税的 这3000元要价税分离 除以1加13% 接着就是啤酒开具普通发票 收取价税合计的款项 那么这个20730 是需要除以1加13% 去寄他的不含税销售额的 而另外收取的这1500元的押金 由于他是啤酒 啤酒他收押金的时候 我们要看合同约定 他说三月份还吗 他没到三月呢 这1500元在1月份呢 是花了一道啊 不用给他 价税分离 并入销售额的 尽管呢 到了三月啊 这些押金都退回来了 但是前边 你卖白酒的时候 收的那3000元的押金 该寄销售额税 你就是寄了 那么如果你后续没收回来 没收回来 啤酒后续 要把那个包装物压寄税 白酒你前边已经寄过销售额了 你没收的时候 不用重复寄销售额税 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们看那白酒 告你不含税5万元 直接成13% 然后这个 20,730是啤酒的销售额 3000是白酒的 包装物压金 这样呢 我们就算出来了 答案是选项C 下面我们再看 直销的增值税处理 这个知识点 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虽然以前年度也考过一次 但是考的几率比较少 不像前面 包装物压金年年差不多都考 下面我们看 直销企业的经营模式 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啊 是直销企业 他把他的这些货物啊 卖给直销员 直销员再卖给消费者 那么这个模式呢 我们就看作 它有两个销售环节 其中第一个环节呢 就是直销企业 卖给直销员的时候 我们认为直销企业 你有销售额 卖给直销员了 直销员卖给消费者的时候 我们认为你直销员有销售额 因为你卖给消费者了 我们都是用 他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这里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就直销企业 卖给直销员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作为直销企业的销售额 而直销员呢 卖给消费者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作为直销员的销售额 等于看作 它有两个环节的销售 第一个环节有销售 第二环节是另一个环节的销售 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模式 就是直销企业 它通过直销员介绍 直接的把货物卖给消费者 直销员就穿针引线介绍一下 并不是说企业卖给直销员 直销员再卖给消费者 它就是中间穿针引线一下 那么我们就看作直销企业 只有一个销售环节 就是直销企业把货物卖给了消费者 用它向消费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作为销售额 接着是贷款服务的销售额 贷款服务呢 以提供贷款服务取得的全部利息 以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银行提供贷款服务 按期继收利息的 节息日当日继收的全部利息收入 都要寄入节息日所属期的销售额 按规定计算增值税 所以在这 节息日继收的全部利息收入 寄入节息日所属期的销售额 第三是2018年1月1日起 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 提供贷款服务 以2018年1月1日起产生的利息 和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这儿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咱们前边实际上也谈过资管产品 资管产品呢 资产管理产品 它在运营过程中 它可能会产生利息收入 也可能呢 由于运营服务啊 它又产生了相关的运营服务的一些收入 所以在这里强调呢 你要分清楚啊 它的利息收入和运营收入 它的计税规则是不一样的 利息收入呢 是按贷款服务来计算它的增值税的 而运营那一部分 它是可以用减易计税方法 用3%的征收率来计算增值税的 下面呢 是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的销售额 这个比较简单 是以提供直接收费金融服务收取的 手续费 佣金 酬金 管理费 服务费 经手费 开户费 过户费 结算费 以及呢 转托管费 等各类费用为销售额 因为直接提供金融服务 它收取的这些费用 就作为它的销售额 接下来呢 稍微有点绕 就跟金融有关的 有点绕 就是发卡机构 清算机构 收单单位 提供银行卡 跨机构资金清算服务 销售额确定 和发票的规定 咱们现阶段呢 好多单位 它都发这个 什么银行卡 发售银行卡 这里就有发卡机构 向持卡人 发行银行卡 并且提供相关的银行卡 服务 它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接着呢 我们再看 收单机构 收单机构呢 它要负责一些特约商户的开拓管理啊 授权的请求啊 另外呢 账单结算等活动 收单机构 它的利益主要来源于特约商户 交易手续费的分成和服务费 收单机构 它会找一些特约商户 它能刷你这个银行卡 愿意啊 但是很多商户 它是希望接受这个银行卡 刷取啊 这个消费的 因为你让他付现金 很多啊 咱们个人啊 等等去买东西 说付现金 拿300块钱 他可心疼了 要刷卡 洗 刷刷 洗 刷刷 他就觉得好像没花钱似的 他就喜欢去消费 所以呢 有很多商户呢 他特别愿意接受啊 你那个银行卡消费 就是特约商户 很多特约商户啊 那么收单单位呢 就去开发这些特约商户 接着清算机构 清算机构呢 比如说银联 负责管理和执行清算的机构 我们先注意一下 他说的是什么啊 都说的是哪些部门 下面呢 给大家画了一张表 因为呢 这一部分内容 很多同学看教材看不懂 所以呢 我在这呢 给大家梳理一下 后边还画了一个示意图 尽管这块呢 很绕哈 非常绕 以往年度呢 基本上在这儿 没有出过题 但是呢 给大家讲清楚了 让大家有点信心 所以我们大家呢 对这部分内容了解即可 我们看一下发卡机构 咱们刚才说了 他自身的销售额怎么确定 开增税状发票开给谁 他向收单机构 收取发卡行的服务费 他就按照向收单机构 收取发卡行服务费的这个金额 开增值税 发票 他开了 但是明明这个金额 它是要向收单机构收的 发票的抬头 却要开给清算机构 就是这个金额 明明是要向收单机构收 但是发票 开给清算机构 这个特别特殊 接着我们再看清算机构 像银联 银联呢 他的销售额 向发卡机构 收单机构 收取的网络服务费 那么他 在开发票的时候 要开什么金额呢 我们来看啊 这是网络服务费 一个呢 发卡机构 支付的网络服务费 清算机构 要给发卡机构 去开发票 另外收单机构 支付的网络服务费 他要给收单机构 开发票 同时就是咱们刚才 前边的那个 发卡机构 明明咱们第一行 他应该向收单机构 收的钱 发票不是开给清算机构了吗 清算机构 拿到那张发票了 他还要开一张发票 他从前边那发卡机构 取得增税发票上 记载的发卡行服务费 第一行的 他呢 一并 记入自己的销售额 明明不是自己的 但是 他还要开一张发票 向收单单位收取 也就等于 发卡机构的那张发票 明明该给收单的机构 但是发卡机构 不直接给收单机构 给了清算机构 清算机构拿到这张发票 自己呢 一换手 又开一张发票 一张 自己入账了 如果 有增值税 中央发票 他就有进项了 然后又开一张 给那个收单机构 他又有销项了 进项和销项 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持平的 就他倒一道手 自己换了一张票 接下来收单机构 向商户收取的 收单服务费 那么增税 这种发票金额呢 就要开这个金额 而且呢 发票 开给商户 这里啊 比较复杂的 就是这个发卡机构 这个 实际上 到了 下面那个清算机构那 倒了一道手 就这块有点复杂 下面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持卡人和发卡机构之间 你看啊 他要取得银行卡嘛 去消费嘛 然后发卡机构 他和清算机构 他呢 本身发卡行的服务费 开票 开给了清算机构 明明他应该 我在这打了一个虚线 应该是给收单机构那收的 但是他 是这个金额 但是发票 开给了清算机构 而清算机构 你看 回过头去 向发卡机构 还收 网络服务费 然后 给他还开票 然后清算机构 又 向收单机构 你看 在这也是收款 开相应网络服务费的发票 同时呢 把那个发卡机构 那个发卡行服务费 那个他又开了个发票 向收单机构来收取 所以在这呢 发卡行服务费 加上网络服务费 两个开票 向收单机构收取 收单机构呢 他呢 又向这个商户 要索取收单服务费 要给商户开发票 持卡人呢 找商户 洗刷刷洗刷刷 这比较复杂 我们了解一下 即可 各位学员 又到了我们的花间墙时间了 这位呢 叫做爱猩猩的大熊猫 这个学员 他说 筑快考试 很煎熬 我把我男神送我的话 送给大家 心若有所向往 何惧足且长 期待到最后 我们都能坐在山巅 坐看云启石 他给我发过来了三张图片 有他正在学习咱们新课的增值税的图片 还记着笔记 拿着轻衣 另外呢 还有美丽的鲜花 还有坐看云启石 和咱们这个绿色的植物 我看着像梨啊 像水果啊 这么样的这样的植物 好 非常漂亮的花间墙啊 而且呢 他期待着大家都能够成功 祝福爱猩猩的大熊猫 也祝福所有的考生 学员朋友们 复习备考辛苦了 我们增值税的过山车正在上升 大家福稳坐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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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